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来路不明 故意接近世子赵寻 他抢先一步娶了这个女人 就是为了放到眼前自己盯着 许凤年后来在和楚露山讨论 把裴南伟送回北梁时 也提到了这件事 他说 等自己回去了 再慢慢盘问裴南伟的底细 那么问题来了 裴南伟究竟是谁 他的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要接近赵恒父子 事实上在原著小说里 有提到裴南伟的身份 他的家族是春秋之战中的豪族之一 当年徐霄马踏八国 很多豪族就此覆灭 颠沛流离 裴南伟就是这些家族中的一员 他接近赵家和徐家 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也有人说 裴南伟掀不起什么波澜 就是徐凤年 众多红颜知己中的艺人罢了 在路子看来 他身份和目的都不纯 一 接近金安王世子赵寻 大家开始怀疑裴南伟的身份 是从赵恒的提醒开始的 赵恒说自己就是因为怀疑他 故意接近赵寻才娶了他 会不会是金安王疑心导致呢 飞也 赵恒带着骑兵离开 看着决尘而去的丈夫 裴南伟问徐凤年 他走了 徐凤年笑言 是的 他把你留下了 这时候仔细观察裴南伟的表情 就能发现 他并不开心 甚至有点难过 他先是惊诧于赵恒把自己抛弃 然后是一丝落寞和悲哀 这种情绪如何理解 若说他是因为留恋赵恒 那也说不通 赵恒对他并不好 被抛弃百利无遗害 或者是因为赵寻 那也不对 他在王府里面时 面对赵寻的亲近和安慰 都是拒之千里之外的 他想留下就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计划 二 质问徐凤年 你的慈悲可真虚伪 如果说裴南伟家族和徐霄 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他恨徐霄恨徐凤年 也是应该的 甚至看不上徐凤年 这些伪善的人 在裴南伟看来 徐霄马踏八国 说是为了大一统 实际上就是为权力而战 徐凤年说要为 王林圈一家谋求生路 结果 让凤子因为自己丢了性命 这就是他眼里的道貌黯然 自己的家族 自己的亲人 都成了这样的牺牲品 所以他心中有恨 所以他对徐凤年说 你的慈悲可真虚伪 他深埋心底的恨 在赵恒和赵寻父子面前 只能压抑 在徐凤年面前 第一次表露出来 三 不想回北梁 还是想回 裴南伟故意接近赵寻 以及后来嫁给赵恒 忍辱负重 都是为了杀许霄 他知道天下局势 兴州静安王 是彻处北梁徐霄的人 要想找徐霄报仇 最好得切入口 就是赵恒 赵寻 一开始他以为 赵恒和徐凤年 会有一场战争 没想到赵恒来了 却放徐凤年安然离开 还把他留下了 他思索后才明白 自己被留下的意义 对他而言 留在徐凤年的身边 比留在静安王府 更利于最终计划的时事 所以他短暂地伤心后 欣然接受留在 徐凤年身边的事实 后来徐凤年打算 让楚露山 把他送回北梁 他以担心楚露山 为理由拒绝 实际上是故作推辞 其实内心无比开心 去了北梁 离仇人就更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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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